手里面拿的这个就叫做血玉 庆瑟据说是墓葬里面的人血 气人而成 官人在这世界上 我最得相信只有你一个 有人听过血玉吗 究竟值不值得收藏 血玉是人血庆进玉石里面以后形成的 大多血玉是从古墓里面挖出来的 它的形成原理就是这块玉 跟随主人下葬之后 尸体的浮血 侵入了这个玉石的裂温之后 形成了这种红色的血玉 我首先想问一句 你敢带吗 敢保留这样的东西吗 我朋友身边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 给大家听一听 我家有一个亲戚 我那个大爷就救过他的命 大概二十多年前 他来看我大爷的时候 就送了一块那个手镯 前几年吧 让他去世了嘛 然后我大爷去奔上完了之后 回来呢就跟我们说了一件事 然后因为那个战友嘛 是当初生活就比较困难嘛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可能家里面发生那些事嘛 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挖了人家的坟 挖了几个手势嘛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有大户人家下葬了之后的手势 就是快去世的时候 他自己才说出来 家里面人觉得可能那个玉 也有可能是当初他从那个里面带出来的一个 因为我大奶他们就是 就声音就越多越差 后面就没有再带那个桌子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玉石啊 它可能就是带有一定的灵性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 普通的玉还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带有那种死者的气息啊 那种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的好 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吧 这个玉珠拿到手以后 情况就越来越差了 生意越做越失败了 就是这件东西 它是一个不吉利的 血液这件东西 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缥缈的说法 它根本不可能是人血 庆然而成 因为人在下葬之后 会很快的就被分解 大多数出现的这种红色的庆色 通常是陪葬的铁啊 或者说是土壤中的铁元素 氧化之色形成 所以这个血液的说法 从根本上 它就是一个唬人的说法 关于血液的那些鬼神故事 基本上都是杜撰的 如果真的有机会从哪里收到一块骨玉 千万不要带 我是这么建议 没有什么根据 就是单凭感觉吧 说白了那是死人身上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美好的祝福 吉祥的寓意寄托在一个物件上 玉就是最好的寄托了 所以它怎么看 它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骨玉 我还是算了吧 现在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市场上是否能找到血玉 当然了 这个东西就是很假 找到了它是假的 手里面拿的这个 这个就叫做血玉 庆瑟 据说是墓葬里面的人血 浅然而成 所以称之为血玉 血玉这个东西 基本上也就是名头大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神言或者说是秀玉做的 这带多少钱一个钱 20 20一个 又给大家找到了一个血玉班子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血玉呢 这么灵异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 好了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我是石头老鸡 我们下期再见 娘子 都是我不好 不应该不听你的话